現在關心總統府前五二零預言的一個最新情形 那目前這個彩排活動持續進行當中 剛剛稍早時候有釋放二十一響禮炮 來歡迎準總統賴清德 那其實剛剛也有這個去努克直升機 懸掛巨幅國旗來飛越總統府前上空 那目前正在演奏的是這個共和民國的國歌 預言情形 但你看目前最新情況 一切靈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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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恩多勢 為民旋風 好 目前是在進行這個國歌的這個預言演唱情況 是由中華職棒的一個退役求新黃平洋 還有陳義信等人在進行領唱 那包含其實這個國歌演唱完以後 也會有預想的賴清德出來進行就職演說的一個環節 但不過其實剛剛稍早待遇在下午兩點半的時候 也有由這個國軍三軍願怡旗隊出來進行整個表演 那其實整個表演大約有十分多鐘的一個時間 而且演奏了許多的一個曲目 而且是一個整齊畫意的一個表演 現場有許多的民眾 我們一關是不斷搶拍這些三軍願怡旗隊的一個精采表演 而且他們的演奏曲目多半是有一些帶有朝氣的一個音樂 以及說是希望可以象徵賴清德來領導臺灣的一個情況 也是預祝賴清德跟蕭美琴的一個就職情形 那麼稍待一會也會有戰機衝場情況 還有雷虎小組來示範五彩煙來編越東東府前上空 我們都會隨時為止掌握五彩運的最新 先把鞋鏡頭交還彭的主播喔